本视频由游戏机使用技术提供 12分钟从公布开始就备受玩家关注 大家关注的点除以时间循环为主题的剧情以外 还有强大的配音阵容 本作找到了多位好利物知名演员担任配音 其中包括了玩家们熟悉的詹姆斯·麦卡沃伊 戴希雷德利和威廉·达弗 玩家扮演被困在时间循环中的男主角 为了拯救妻子和探寻真相 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 寻找打破循环的方法 虽然上述这些设定听起来都很吸引人 但游戏实际呈现出来的效果并不理想 作为核心的解谜部分限制非常大 玩家需要按照脚本的设置一步步触发剧情 一旦走错一步或者算错时机 这次循环就算是前功尽弃只能重来 用高琴上的说法 正让玩家带入了主角 因不断失败而逐渐变得暴躁 低琴上的说法则是 玩家会在一次次几乎一样的循环中 失去耐心 本应成为亮点的剧情 在真相大白后也显得平庸 剧情开局所营造出的种种悬念和伏笔 到最后给玩家的感觉却更多是 就这 只能说根据期待值的不同 最终获得的体验会有较大区别 不过正有追求循环 自由度和多种可能的设计思路 为更多独立游戏开发者提供了一个相当有趣 而且值得挑战的开发方向 想法不错 勇气可嘉 未来可及 一行员二 2005年发售的脑汉原 是一款叫好不叫做的作品 粉丝中一直有希望推出续作的呼声 2015年开发商 Double Fine展开了续作的众筹计划 众筹成功后 开发工作正式启动 2019年6月 微软收购了Double Fine 并宣布一行员二 仍将在此前公布的平台上发售 在本作中玩家需要操作主人公Race 浅如充满奇思妙想的脑中世界 出色的关卡设计是游戏的一大特色 由于是脑内冒险 因此舞台中充满了各种惊喜 惊吓和惊奇 在冒险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神奇的角色 致命员Jack Black也将在游戏中出演 游戏的玩法与前作类似 是一款第三人称平台动作游戏 无论是战斗还是跳跃都做得无比扎实 画质 手感 帧数都无懈可击 Race可以使用各种心灵异能 包括心灵传送 召唤火焰 空中悬浮等等 每一种异能都有其不可取代的作用 而且还可以通过升级来获得更强大的效果 游戏的战斗部分还是很有难度的 为了照顾喜欢看剧情的玩家 设计者特意加入了无敌模式 而游戏的剧情也非常出色 角色的性格和台词极具特色 两者配合起来让游戏自带一种幽默感 总的来说这是一款丝毫不亚于前作的优秀作品 但可惜的是本作目前不支持中文 是严重影响了玩家对剧情和角色的观感 希望官方早日推出中文补丁 异形火力小队 如果给你一个直面自己的童年阴影 体验一场在外星太空船中 和张牙舞爪的异形生物竞业临近接触的机会 听起来是不是非常刺激 在异形火力小队的游戏流程中 玩家们便有机会回到这部经典科幻 惊悚电影中和深入人形的恐怖外星生物正面交锋 船舱内错综复杂的机械管道和金属部件拼接而成的战斗舞台 充分地还原原作电影中的场景 在昏暗的通道中 小心地紧握自己的M42A1脉冲步枪 仔细检查每一个角落并谨慎前进时 时不时听见管道中传着生物爬行时四肢和地面的接触声 让人在这个钢铁牢笼中的冒险过程变得惊心动魄 而当异形的成群结队从各处钻出来时 战斗强度之大也会让玩家感受到如封面图般 来势汹汹 多种多样的敌人也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攻击手段 除了扑倒你一顿乱砍的常规异形 体型巨大的异形战士 和朝着自己怒喷酸液的异形喷头者 还有是后期遭遇敌对合成人小队都是难缠的对手 如果一个人尝试进行单打独斗的话 玩家可以让两位合成人A队友陪同自己一起出战 虽然他们的火力尚可 但有时在行进过程中 也会出现完全不管背后悄然接近的敌人的情况 整体表现可以说是毁育参半 不过协助玩家的并不只有队友 在场景中找到的机枪炮台和医疗包 也是帮助玩家顺利攻关的必备道具 除了正常的游戏流程之外 通关后解锁的加强难度 加上各类限制了玩家战斗能力的挑战卡片 以及各类武器的熟练度等级设定 还是为各位高手们提供了 反复挑战和耐玩性上的保证 这是一款由西班牙的独立制作组 Obsic Tears开发的像头风恐怖游戏 作者表示受到了生化危机和进队里的影响 以及科斯鲁神话的启发 玩家可以从本作中感受到 经典生存恐怖游戏的魅力 故事的起因是主人公维克托的妻子 身患不治之症 束手无策的他只能带着妻子来到格鲁山庄园 寻求一位神秘伯爵的帮助 没想到却仿佛进入了一场万常的噩梦 不仅剧情迷雾重重 场景和怪物也是难以名状 而且本作还设置了四种不同的结局 只有通关全部结局 并阅览完散落的文件后 才能逐渐将整个故事拼凑出全貌 虽然有官方中文版 但要理解剧情依旧有一定的门槛 而且已读过的文件和线索都不能在菜单里反复查看 这点尤其在解谜时显得极不仁心化 埃哥的玩法内核非常传统 利用有限的物资探索场景 解开谜题步步深入 谜题部分的设计力不俗 不仅种类多样 还有一些非必须的支线解谜 用于获得补给品甚至是强力武器 不过由于敌人没有掉落品 战斗只是让主角存活下来的手段之一 有时候尽可能的回避作战 节省物资才是上策 主角能使用的武器分为近战和枪械两大类 虽然有着攻击力硬直时间等区别 而不同敌人也有着不小的特性差异 但大部分时候战斗的核心思路都是 抓硬直 趁机攻击 冲刺拉开间距 久而久之会显得缺乏变化和心意 流程中后期的多个场景都不提供地图 大量堆轨的做法也导致游戏体验有明显下降 而BOSS战在设计方面也欠缺打磨 导致战斗方面的乐趣不如同类作品 目前版本还存在了一些显而易见的瑕疵 比如文件字体显示不利于阅读 道具菜单的操作还可以进一步优化 这些其实都可以通过后续的补丁来弥补 但战斗方面的射击印象以及布丁的难度 恐怕会让不少的玩家对这样一款老派的作品望而却步 对马导之魂导演剪辑版 对马导之魂导演剪辑版是去年对马导之魂的强化版 新增DRC一骑岛的剧型内容 同时对应PS5强化 拥有更好的画面帧数与分辨率 光影和渲染距离提升明显 弥补了PS4版画面缩水的问题 同时也支持PS5手柄的新特性 DRC的剧型主要围绕主角的心魔展开 进一步锋满了主角形象 并补完了本片中并未交代清楚的主角父亲的剧型 流程关卡没有太多创新 战斗只新增了马的技能 但在剧型演出上 运镜和表现力比本片强出一档 地图探索方面 在原本的牌具 砍竹 基础上 新增了射箭和斗技场等内容 遗憾的是DRC精彩的主线剧型过短 大约只有4小时流程 地图有进半没有利用上 而支线方面则各自独立 没有本片中对应NPC的连续剧型 少部分任务有注水嫌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